让马月的尸体证据说出三次电击的事实真相 马月生前用自己特殊的尸体语言 为我们活着的人留下了铁证如山的证据 现在我们根据马月的尸体照片 来解读马月告诉我们的秘密 马月的尸体照片铁证如山的告诉我们 马月从站台上掉到铁轨 他是处于一个意识的浅昏迷状态 处于一个四肢肌肉强肢筋兰的状态掉下去的 马月21岁一米八五是一个热爱运动的小伙子 怎么会在突然间意识处于浅昏迷 怎么会在一米高的地方能够摔倒 能够不太不稳而且摔倒之后 他的左手依然拆在口袋里 这些是由于电击导致的四肢强质性痙攣造成的 我们知道 地铁它倒在那个地方的那个地方是没有电的 那个地方是没有电的 那么在站台上 这么一个运动协调功能 很好的小伙子 怎么就会以这样怪异的体位掉下去 意识丧失 四肢肌肉强质 掉在这个时候 手仍然还插在口袋里头 不是电击 请你告诉我们 是什么 请 各位法官们 闷着良心看看照片 这一张照片说明什么 他不太不稳 他右脚着地 左脚却踏空了 简仅是以左侧的鞋的左侧缘着地 这样的话必然导致他的身体向左侧倾斜倒在地上 第二张照片 我们看一下 他的左手依然由于电击导致的肌肉筋轮状态 没有办法在摔伤的过程中冲出来 形成了 无明指 形成了食指中指无明指 三处擦伤 这是第二张照片 第三张照片 我们看一下 他的左面部粘到了地铁的油灰上 黑色 在这黑色我们大家仔细看 他的左耳和左面部最高处的两个点都有标皮擦上 说明马月 在站台上掉到地铁 是摔倒了 左侧卧位摔倒了 体重为85公斤的马月 从一米高处从一米高的地方 坏落到铁柜下 在他的身体上 我们看到的造成的损伤 左侧卧位造成的损伤 就是他插在牛仔裤口袋里头的那个手 食指中指无明指 这个部位都有损伤 大家看一下照片 这毫无疑问是在摔倒的时候 手插了口袋里头 这个身体接触地面形成的 我们现在还能够看到的损伤在哪呢 在他的左面部 耳朵和左面部最高处 耳朵最高处有一处擦伤 左面部最高处有一处擦伤 那么还应该最应该 根据运动力学 哪些地方有擦伤呢 我给大家模拟试验 大家就知道了 除了手有擦伤 除了脸有擦伤 还应该哪个部位有擦伤 好大家看一下 我要做一个模拟试验 棒掉下来了 棒手擦上去 大家听一听 这个听到洞的声音了吗 听到了吗 洞的声音 这个地方一定有它 一定有一个损伤 但是这个损伤很遗憾 它已经瘫痪了 这个部位 你看不到 接下来因为马月 它的脸 这个部位和这个部位 是在贴到地上形成一个损伤 那么如果要是这个地方贴到 形成损伤的话 它这个地方 应该是什么部位有损伤呢 我们大家看一下 什么地方呢 只有这样子的话 它的左面部和左耳才能形成这样一个损伤 这个体位 这个体位 我要告诉大家 我刚才这个地方已经个的很疼了 是这个部位 这个部位一定是要有损伤的 一定一定是要有损伤的 这是运动力学的规律 但是这个部位 我很遗憾的告诉大家 这个部位全部碳化 秘密就在叹化的下面 马月生前遭遇的第二次电击有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 马月是以坐立位接住地铁的第三轨 第二个特点 这一次接住是一过性的 一过性的 不会形成电水碳化的大面积的烧伤 第三个特点 这次电击 三四秒钟之后 心脏奏停 那么现在问题出来了 我们刚才已经看到 马月在站台上遭遇第一次电击的时候 他使省哥的身体倒在了 与高压电轨第三轨平行的 但是有相当一段距离的一个铁轨上 那么 左侧卧位的马月 是怎么 从左侧卧位 被转移到坐立位 换了一个地 到了 这样一个直接接住高压电轨的这样一个体位 和这样一个地方 毫无疑问 这个过程是一个 断性直升物 以马月右下额为支点 将他的身体 转了90度 由左侧卧位 到直立位 形成了 他的身体 左侧 直肩 与高压电轨 基础 造成了 一过性的电击 为什么是一过性的电击 因为马月在这个过程中 电击的瞬间 他的身体就发生一个极度的扭曲 这个时候 马上 他就用 将决的身体 摆脱了高压电轨 同时 一个电流出口 在他的 左侧 复骨沟 出现了 我们看看 整个第二次损伤 甚至说 可以说这个案件至关重要的一张照片 我不愿意说出它的秘密 现在我不得不 非常清晰地告诉大家 这张照片 说明了这个案件的一切的一切的一切 大家看一下 这张照片 它的特征是什么 它是一个长达三公分的深达这个皮下组织的一个右下河处的一个伤口 很大的一个伤口 我们看看它流了多少血 它一共流血 是在心跳跳了五下 四五下 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里流出来的血 第一下 我们看看它的体位 是什么 看看这张照片 第一下出血 不是那个鲜红颜色的 是那个深红颜色的 这是血管破裂的出血 这个出血 我们大家看一看 它的体位 它身体的体位 是什么样的情况下 会造成 在下颗脚的这个部位 伤口在下颗脚的这个部位 流出来血呢 大家注意看看这个照片 它的流血的这个部位 它不是在下颗 而是在下颗脚 对吗 而且它的流的血是两种颜色 深颜色的是从血管出来的 浅颜色是组织液 组织液可要有一个积蓄的时间 组织液和血管里头的血液是不一样的 血液你心脏跳一下 它从破裂的血管里头就会出来一股血液 但是组织液在瞬间是不会流这么多的 所以说这个损伤 这下颗脚出来这个血液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下颗处的这一处 钝性物质造成的损伤 它是一个拖拉生 在拖拉的过程中 组织液出来了 从血管里头出了组织液 血管破裂了 但是在拖拉的过程中 这个智商物没有离开的时候 血管是被压迫止血的 它的血是流不出来的 那么一旦智商物从这个下颗处离开的时候 没有压力了 心脏跳一下 血液出来了 组织液瞬间因为它积累了组织液 会哗一下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 所有的组织液和血液一块出来 这是第一个特点 大家一定要注意哦 这可不是磕碰伤所具有的 磕碰伤谁把自己的手拉一下 你看看吧 有出血 血管破了 有组织液吗 会出来那么多的组织液吗 不会的 所以说 这个组织液和血液出来的同样的多 说明什么 它一定是一个挤压伤 它有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组织液 就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 它的体位是下颗要往上养的 它要往上养才会形成血液从下颗角而不是从下颗流出来 这是这个伤的第一个特点 这是这个钩子从这拿出来之后的第一秒钟 在尸体上出现了一个证据 这个证据告诉我们 它的体位是这样 它这个组织液和血液是一样的多 但是钩子拿下来第二秒 问题出来了 马月中电了 为什么 因为只有重电 它的血液才会从 原来是从下颗角流出来的 突然在第二秒 它既然 从下颗角的这个损伤的地方 它一下子往脸上走了 那这个脸一定要极度扭曲 这个脸不能再上了 必须再下 你想想马月这个时候的肢体 它这个筋卵 它受到这样一个电的强烈刺激以后 它身体的筋卵要到极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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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扭曲的时候 才会形成这样的一个血流 而且在这个血流的过程中 它的筋卵一直在持续 所以说你们看看它往上 脸上头的那几条出血 心脏跳一下 一个出血 它换了位置 再跳一下 又一道出血 又换了位置 再跳一下 又一个出血 又换了一个位置 完了 它的心脏停了 这就是这处损伤告诉我们 铁正如山的事实 马月的身体 在那个高度拿出来的 第一秒 流出了组织液和血液 它的体位 是 下河 稍微的往上方抬 第二秒 第三秒 第四秒 甚至第五秒的时候 心脏还在跳 但是它的身体急着扭曲 还是一直在扭曲 能够证明 马月生前第二次电击的 第二个尸体证据是 位于马月 右侧 头部的一处 表皮擦伤 这处表皮擦伤就在 冒檐处也是头围最大处 那么我们看一下照片 这个部位的一个擦伤 这个部位的擦伤 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 是马月位于 坐立位 这个部位 那么我们看看 它这张第二张照片 是它这个头上沾着的白灰 这个白灰 这个白灰就在第三轨 马月 坐位 立于坐位的地方的那个墙壁上 它在卧位的时候 是绝对不可能 沾到这个白色的灰的 它在卧位的时候 也绝不会造成这样一个部位的擦伤 造成这个部位的擦伤 它一定是坐位 与 后面在有白灰的 这样一个墙壁 摩擦 形成的 因为这个地方是冒檐最大处 是什么时候形成的 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体位形成的 是当马月触电之后 它的身体处于一个 极度扭曲的状态下 它会形成 一二三 心脏跳动的时候血液一二三 形成的 也就是说 它的身体突然 受到一个电击 那么在钩子 离开之后 身体往后倒 受到电击 身体 身体 进来 在钩子离开的第二秒 它的 进来就发生了 它的心脏又跳了 三到四下 一二三 四 心脏不停了 不跳了 心脏不跳了 那么这个时候 它形成了一个这个部位的 一个表皮擦伤 同时我们大家知道 一旦 钩子拿下去 身体接触电击 身间 筋卵 这个身体就和这个 高压电的接触 又断开了 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 一个一过性的电击 形成了一个 电击的入口 电击的出口 为什么是出口 我们大家看看 这是一个电烧商 而这个电烧商 大家看看这张照片 再看第二张照片 这个裤衩下口 是电烧商 说明什么 刚才那个电烧商 大家看看皮肤 裸露的皮肤 它把皮肤烧成这个样子 但是它的裤衩 没有烧商 说明 绝不会是 它的裤子口袋里头 有一个金属导电污 那么这个裤衩底下的 这个烧商是什么呢 毫无疑问是一处 电流的出口 那么电流的规律永远是电流的出口要比电流的入口要大 那么我们现在在这个尸体上 马月的时间上我们找不到一处 比这个下呼呼呼这样一个电机伤更大的一个更小的一个电机伤 这个电机伤毫无疑问被第三次的碳化的电烧商掩盖了 所以我可以大胆的说 一定有第三次电机上 为什么 它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掩盖马月第一次电机造成它倒到低铁轨的时候 它的一个摔伤的状态就是要掩盖 马月第二次坐立位的时候 它的那个电机的入口 还有一个证据就是那个医生 120的医生他在于警察的这个询问笔录中明确的有一段记录 我们来复习一下警察问这个人可能的死因是什么 那个医生说有可能是电机死 警察问为什么 那个医生说我闻到糊味了 我们大家想一想 假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三张照片 这样一个遍体鳞伤的碳化 肌肉组织的碳化 任何一个人不要说是急救战的医生啊 难道会这样回答警察吗 说我闻到糊味了 这个证据足以说明 马月的身上 我们中国法医学会认定的导致到他死亡的 这几处碳化的电烧伤 这个尸体证据是在医生早之后发生的 换句话说医生绝对没有看到 第三次电机的特点是什么 注意了 它可不是坐立位了 它是仰卧位 它是仰卧在这样一个 左肩部在 比如说这个地方是高压电轨 左肩部直接记住高压电轨 在这个部位 它的头绝对不会接住这个上头的这个白灰 它也不会这块的损伤 也不会在这个地方形成 你看看我们看看第三次可能形成这个损伤吗 第三次可能让头发沾上白灰吗 不可能的 因为这个现场的照片 大家看一下这条照片 它的这个白灰在这上头 它躺着的话绝对不可能 形成那样一个头发上有白灰 形成那样一个这个冒颜最大处形成一个擦伤 那是第二次 第三次我们看看这个体位 它形成了一个左肩部的一个直接接住 接下来它的身体 这个接住左肩部之后 我们看看它的腰侧的大腿 左侧的小腿 恰巧在什么地方呢 在这个走行轨 这样一个状态会形成什么呢 它整个人体就像一个电阻丝似的 它这个电阻形成回路了 那么所以说形成了非常非常严重的电烧伤 看话 说到第三次 我非常非常的难受 就是我要告诉大家 第三次形成电击的时间是 那个急救站的医生来了之后 这个医生没有对马月进行抢救 没有 心电竹直线 他就走了 就到警察室去跟警察去 有一个多小时的这个询问笔楼上记录 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和警察在一起 我现在要特别悲痛的告诉大家 这是我这两年来我的心结 第三次大家看一看这些三张照片 如果是你自己的孩子 你心里会很痛很痛很痛吧 而且呢 经过刑警学院的法医病理学检验 有科学的证据证明 第三次电击的时候 这个孩子有非常非常强烈的生活反应 所有的碳化区都有大雪泡啊 而且他的肺脏比正常人要多出了一千多毫升的水 说明什么 这个孩子在医生走了之后 他还活着 在医生走了之后 又从地铁再把他搬下来 进行这样一个碳化的工作 之前 或者是在碳化的过程中 他依然在活着 2011年8月份 马亦的妈妈找到我 这几张照片 在我眼里头 马亦所有的一切都告诉我 但是 我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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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沉默 一年之后 不得不以博客的形式 发表了一系列文章 但是 即使发表了文章 即使在深度观察做了节目 我也一直一直一直 在 给 我们的同胞 留下自律的 时间 和余地 今天 我不能再等了 我终于 两年多了 压在我身上的一块石头 我必须要让我的发现 向全国人民公告 我愿意 生命 做抵押 接受全体中国共产党党员 接受全国法医的审查与监督 假如我错了 我愿意以死谢罪 但是作为一个有三十年职业经历的一个法医 我坚信 尸体证据 绝不会说谎 尸体证据 不会说谎